好的我们等的也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先 那好我们现在先开始今天晚上的讲座吧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Ruby 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听 我们和猛城教育成长论坛合办的大学生学讲座 今天晚上我们的主要讲座内容呢 是大学的理科专业 主要的内容包括了理科的数学专业 计算机专业 各大理科医学和药学专业等等 我先还有很多人在进来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从小在国外长大 并且有十几年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学习和工作经验 因此我的中文其实非常的差 所以今天晚上的讲座 有可能有一些就是表达不当的地方 或者我有可能直接用英语表达的地方 也请大家谅解 或者一些能够帮我一起翻译的人在一起 我们可以一起和大家讲解 今天晚上的理科内容很多都涉及到一些专业术语 所以有时候我会在中文和英文中学奉跳 请大家的那个谅解和耐心 另外呢今天晚上的讲座内容 主要是升学还有大学专业的一些技巧和一些信息 所以今天晚上我会给大家分享 我们团队的经验和我一些个人的求学经验 因此今天晚上除了我之外 没有其他的嘉宾 最后我们会把讲座呢 先分成两部分 第一我们先带在做的各位 了解大学理科本科专业的各种内容 之后呢我们会在讲座的尾声进行全部的答疑 所以大家在讲座过程当中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任何的想法 麻烦各位放在我们的小聊天群里面 我们在讲座的最后呢会一一为大家解答 谢谢各位 那好 如果大家能够看 我们还有一些人在进来 大家能够 也麻烦各位最好配合 今天晚上我们的讲座是录音录评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能否直接先整理一下我们的屏幕 好可以 今天晚上呢我们会讲解的是大学的理科专业 理科专业的划分其实很多很复杂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讲座大概分为这三个板块 第一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理科大学本科专业里面的 各项分类和就业的方向 第二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各大加拿大的英语本科专业的院校 以及他们的资源师资学术等等 最后呢相信大家也会想了解一下理科专业 包括了数学计算机 临床的医学药学护理等等 他们的录取内容步骤啊 分数线等等的信息 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讲座最后会分享的内容 因此之后我们会进入问答的环节 首先我们还有些人进来 首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加拿大境内的各大高校 在理科专业 就是理科学院里面的专业划分 so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呢 理科学院在加拿大院校里面划分有三大板块 他们分别是第一computational 就是计算板块 第二个板块是physical 也就是非有机科学的板块 包括了物理啊 化学啊等等 第三个大板块呢 是医药类 也就是医学院啊 护理啊 药类啊等等 那这些板块呢 一般来说覆盖了 绝大多数的北美高校里面的理科全部的专业 所以就是说像在北美读本科大学的时候呢 学生如果选择的是数学 或者计算机IT方面的专业 他们一般都会归属在大学理科的这个 computational板块之下 而学生如果想学一些关于环境啊 地理啊 材料学啊等等这样子的专业呢 那这些学生会被归类在physical science 也就是非有机学 非有机科学方面 最后一个板块是biomedical 也就是全部的医学院生物生理药学等等 那看上去这些板块其实分化的特别的清楚 但是问题呢 是很多加拿大的高校 其实划分的比这个要细很多 我们先看一下加拿大六所英语高校的这个理科划分 先首先看一下中间这一个多大UFT 多大UFT的理科专业 其实它分为124个 也就是说它把三个大理科的板块行业 细致的分成了124个本科专业 不是副专业 只是主专业而已 那这124个专业呢 也分别在多伦多大学的三大校区里面 也就是说很多多伦多大学的校区 他们是把同一个专业分在三个校区 各有学生和各有运气 另外呢 像一些我们通常了解到的那些生物专业啊 或者数学专业啊 在多伦多大学 它是划分的非常细致的 也相似 我们再看一下 比如说麦基尔大学 麦基尔大学的理科学院 总共划分为56个专业 也就是说 他们把三大科学 理科的教育板块 计算非有机和有机科学板块 划分成了56个大专业 院系 用19个院校来去进行教学任务 也就是说 在大学的这个level的时候呢 学生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是如何去选专业 因为大学里面的划分实在是太过细致 如果大家听过我们前面的商科和工科讲座呢 大家可能记得 加拿大的很多商科院校 其实只有三个专业 金融管理和经济 那这些专业在商科学院里面 一般是非常正常的 也就是说 很多商科学院他们的专业划分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很直接 学生们只要知道自己走的板块和方向是什么 但是理科在加拿大 这么多高校里面的划分 细致到这个地步 也就是说 今天晚上我们想给学生介绍的呢 是如何去分析这124个专业 或者56个专业 在我们分析之前 我也想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在看每一个理科专业的同时呢 我们最好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 每一个理科专业在大学里面是如何划分的 比如说 在麦吉尔大学的56个专业里面 大概有三个到四个是属于数学专业的 他们分别是纯数学 理念数学 或者是公科数学 或者是计算性数学 还有精算数学 但是在滑铁读大学 他们的数学专业 其实是一个整个院系 滑铁读大学的数学专业呢 就包括了十几个分项和走项 所以在学生如果在考虑 我是否往数学方向 或者往生物方向去发展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学生们 先把全部 每一个学校有offer的这些专业 项目呢 去搜一遍 然后做一个很细致的横向对比 可能大家都把这个专业称为 biology 或者mathematics 但是里面的细节分别 还有里面的微妙小区别 其实是很重要的 也值得学生们多花一些时间去研究 且相似 在加拿大其他几所大学里面 比如说麦马的大学 McMaster麦马大学 或者Queen's皇后大学 也包括UBC大学 他们的理科专业分化 一般都是30到40左右 甚至50到60 所以在这个方面当中呢 我们也是想让学生们提早 如果在考虑以后 往理科方面去发展呢 提早做做一些自己的功课 去仔细研究一下 各大专业的划分区别 和各大院校的划分区别 那现在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些 理科方面的热门专业 这也是我们常年 为学生们做参考咨询服务的时候 经常收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学本科理科的数学专业 数学专业呢 其实在本科的这个level里面 其实划分的非常的精细 数学专业 比如说在滑铁路就有十几个 在西方的本科学生群当中呢 很多学生他不是纯粹的 在大学本科的三四年当中 修一个数学专业的 其实很多学生 他们会在大学三四年当中 修一个数学的主专业 在同时修一个双专业 比如说有些学生会选择 数学和化学 或者数学和生物 或者数学和经济 或者数学和政治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在 麦大在多大在UBC的这些 数学专业的那个学生的呢 他们一般都是想把数学 作为自己本科才能的一部分一半 但是同时他们会觉得 修数学这个专业 应该是从一个应用角度去分析的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选择 在本科的时候呢 修一个数学的双专业 让自己通过学习数学技术 但是应用在某一个其他的学术 或者科技领域上面 另外一个数学专业的小细节呢 是大家在考虑数学专业背景和内容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多参考一下数学专业的划分系 指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比如说数学专业的就是在科学系的数学专业 他们学习的那种必修课程和技能方面的那些细节 和一个比如说商科的数学专业 或者文科的数学专业 或者工科的数学专业是大有不同的 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在一个理科院校学的数学 和一个文科院校学的数学 一个比较常见的区别呢 就是理科院校的数学 比较注重于数学分析啊 理论啊等等 但是一个文科的数学专业呢 在某些院校 他们的侧重点而是统计和数据管理 也就是说大家在考虑 如果学生以后在大学的过程当中 想去往数学方面去发展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不要去盲目的 只是选择理科的数学系 而是对每一个院系 每一个院校的数学专业 专业内容必修课的排比 还有这个专业里面的一些 应用性的实习 还有那个研究的经验 进行一个很细致的横向比较 希望大家能够看见 金融数学 精算数学 理论数学 研究数学 工科数学 或者医药数学的等等不同 那研究了解这些不同点呢 也是能够更加明确的帮助学生 抓住他们在本科的三到四年当中 应该往某一个数学方向去发展 那说到这里 有些家长以前会问过我们 那是否如果一个学生以后 专业就想往数学方面去发展 那对他们来讲 如果学生以后想对金融数学去发展 那是否他们在本科的时候 就应该学金融数学或者精算呢 我们通常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这也不一定 因为本科的这个学术要求和学术难度 和研究生的学术难度呢 其实是很多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学生 他们的职业方向啊 或者学术方向啊 在新学会在高中的时候呢 没有完全定下来 那我们也会让学生多次考虑 多方面多因素去考虑 在本科的时候 是学一个比较广的数学 打好数学概念和理论基础 还是说直接在本科的时候呢 往某一个方向的数学技能 和某一个方向的应用性数学去努力 这些考虑环节这些细节 也是应该在学生选大学专业的时候 在考虑学习数学专业的时候 应该去参考的一个大因素 第三点呢 我们想介绍的数学专业在国外 尽管学生也会面临着各大应用性数学专业的不同点 和这个选择的迷茫性 但是学数学这个专业在国外 从一个就业方面或者从一个读研方面的考虑点呢 数学其实在本科的level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专业 很多在国外的工作岗位啊 企业啊或者行业里面都会有需要数学方面的人才 在这个图上我们给大家举了一些小例子 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一个医学角度来讲 或者统计或者保险银行金融工程 或者是职业顾问商业管理等等 其实这些行业这些各大公司 只是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 大多绝大多数在国外的领域和工作岗位上 都有会要求数学系的这个这个招聘人才 也就是说一般来讲的数学系 作为一个本科的学术背景 对于学生来讲他们的就业前景是非常好的 选择范围和能够去接触的行业也是非常广的 这如果啊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在国外的学生们 会在本科的时候选择以数学专业为主 但是同时选择去攻读另外一个专业 比如说本科或者商科 接下来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计算机数学里 计算机科学这个行业 英语就是computer science 首先我想跟大家讲解一下计算机科学在国外一些比较微妙的区分 有很多学生们对于对于计算机就是computer science的概念 就是这个东西是去去学编程的 其实没在国外的大学本科的划分上来讲呢 这个院校区分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首先在在国外计算机科学行业英语叫computer science 它的主要学业内容不是编程语言而是数学和算法 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想最后学习的是比如说跟AI有关的一些算法 跟怎么样去用高数来去解决一些当今科技上 医药上或者受上的一些问题 那他们选择computer science 是应该比较 他们是可以去考虑选择computer science这个专业的 但是有些学生们呢 如果他们是对编程或者程序或者软件硬件感进去 那他们考虑的范围就不能仅仅是computer science 我们想让学生们了解到的是computer science software engineering computer engineering这三大专业的不同点 在国外的本科当中呢 如果学生不是只是想学数学算法 或者只是想学一些关于AI的一些就是数学的基础 还有计算机科学的基础 那他们也想考虑到以后去学编程 或者去在某些软件公司就业的话呢 他们其实可以考虑去学一个software engineering 也就是软件工程 或者computer engineering电脑工程这些行业 最大的区别是这两个工程行业 他们的附属院校是工科院校 而非理科院校 也就是说从一个升学的这个分数线要求和名额 还有升学的流程来讲呢 它是大有不同的 第二个不同点呢 是software engineering它算是一个工科的就是本科行业 他们的学习内容 主修课程 还有一些就业实习的机会 也是跟computer science 也就是计算机科学也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建议学生们呢 如果以后想考虑往计算机这个方向去发展 往IT这个方向去发展 也是最好在报考理科学院之前呢 对跟IT相关的全部专业 包括了computer science 还有前面说的software engineer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还有等等其他的相关专业 做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横向对比 然后因此能够让自己的目标 让自己的专业定位更加的明确 那我们回到这个计算机专业这一点来说 计算机科学专业呢 在加拿大 主要的内容是学习算法的 也就是说这个计算机专业 在本科的level当中呢 主要是在培养一个学生的数学基础和数学能力 他们学的很多数学 包括在内是数学的这个modeling 或者呢一些推理数学 证明数学的这些内容和步骤 然后这些学生在本科的时候呢 也经常会有一些在校的数学竞赛啊 一些在校的编程竞赛啊 或者从大二开始一般来说 就会有一些相应的公司实习 见起的一些机会 那这个计算机科学专业呢 也是因为他们的运用的 应用力比较的高 并且他们涉及的这些就业领域和行业 非常的广泛 也就是为什么在近几年来 或者十几年来 Computer Science作为国外的本科专业 也是非常非常热门的 一个本科的学生毕业生 可以选择直接毕业之后出去工作 也可以选择直接毕业之后 去选择读研或者读PhD 下来我想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在Physical非有机科学理工科专业里面的化学专业 这个化学专业呢 很多学生以为读了化学专业本科 那以后就是读医学院的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在国外理科的本科化学专业 他们划分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精细的 化学涉及到的很多 是非有机的材料和一些原子或者质子 他们也涉及到很多跟物理相关的 甚至跟生化 也就是生物化学有关的一些学业内容 也就是说如果是学化学呢 学生不一定只是局限了 以后往医学或者医学院这个方向去考虑 其实学生学化学专业 以后他们的发展空间呢 也包括了很多生物啊 工科呀 数学呀 医学呀 或者甚至物理呀等等 那这些专业以后的就业范围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广的 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化学专业的很多学生呢 他们以后的走向 也包括了化妆品行业 也包括了很多医药行业 还有包括很多材料行业 很多现在材料的创新和材料制造 都不会缺少化学背景的人才 也就是说 现在呢 对于很多本科生来讲 他们如果去考虑化学 我们希望学生们考虑的这个范围 稍微放宽一点点 而不是只是说化学专业 肯定是以后往医药 或者医学院研究这方面去发展的 很多就业方面呢 其实包括的远远的超越了医药和 医药直接有关联的领域在内 那说到化学的这个专业呢 我们也不能不提 另外一个最近几年 在加拿大大学本科里面 慢慢变得越来越火热 越来越抢手的一个化学小专业 叫纳米科技 纳米科技的英语叫 Nano Technology 或者Nano Science 这个专业呢 是近几年来在加拿大慢慢崛起的 现在在加拿大境内 麦大多大和华铁卢大学 三所大学 是拥有加拿大境内最好的纳米科技的专业 也就是竞争和申请方面 最激烈的三个专业 三个院校 那纳米科技呢 主要的学习内容 是去学习 去研究 一到一百纳米 大小长度的这些小的微生物 或者微分子 或者质子这样子的原材料 那研究的效果和他们的就是相关的领域呢 很多是包括涉及到了一些材料科学 生物科学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工程科学 也就是说 纳米科技从一个学术角度来讲 第一 他们非常非常的前沿 他们的前景也因此 在很多理科专业里面 是最近 最近几年和下来几十年 应该前景发展非常非常好的专业 另外 从他们的申请要求 和现在的这个院校来讲呢 这个专业出来的人才 也是社会上将来 在几年内不可缺少的人才 另外呢 这个专业里面 涉及到很多学术知识 也是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在生活中啊 在行业中 在科技发展上面 经常会见到的一些热门话题 那这个三个专业在加拿大 最近几年开始慢慢的崛起 变得越来越热门 那加拿大下来几年当中呢 也相信是在不断的在去吸引 挖掘新人才的这个阶段当中 这个专业也就是 也是在理科方面呢 几个非常非常的热门 大概大二大三开始 就会有很多的实习 或者见习机会的一个专业 啊 下来 我想给大家介绍 两个关于医药的专业 啊 也是今天晚上的时间 非常的有限 我们整个讲座 也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也啊 我们也只能在这一个半小时之内 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学生和家长们来说 比较热门的理科专业 当然今天晚上 我们很有可能 没有这个机会 去详细的介绍一些专业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 相关的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 啊 在线下啊 来去联系我们咨询 或者在我们的聊天 啊 聊天室里面给我们留言 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加拿大的药学专业 药学专业这一点 我们也经常接到很多家长的疑问 因为呢 很多学生都是以为 读了药学 那是不是以后 本科毕业之后 就可以做药剂师 其实在国外的这个大学 本科里面 加拿大的药学 它分为三大板块 第一板块是pharmacology 第二板块是pharmacy 第三板块是pharmaceutical sciences 也就是说 这三个板块里面 只有一个 是毕业之后 可以去直接成为药剂师的 而另外两个是 完全是科研方面的药学 而非药剂师职业方面的 就是专业 那药剂师和药剂科学研究 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呢 药剂师在加拿大 是受联邦政府管理的 十所大学独有的专业 也就是说 在加拿大 只有十所高校 能够在省政府和国家政府 认证的这个前提下 给毕业生发 颁发药剂师的职业执照 和他们的文凭认证 那这些药剂师的行业 他们的学习内容 不仅仅包括了一些药学的基础 生化呀生物啊生理呀化学等等 他们也会学习一些 像医药行业和医疗行业 人才他们必有的一些软能力 他们跟病人跟家属 和同事们沟通的能力 和一些判断能力 但是药剂科学 就是比如说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或者Pharmacology 这两个专业呢 那这个他们的学习方向 和他们的学习内容 主要是以后 让这些毕业生们 具有在药剂厂 或者在研究所 能够担起发明创造新的药物 或者新的药类的一些工作 那这两个工作的大区别 就是一个主要的走向是临床 另外一个主要的走向是科研 那是否代表着科研行业 会不会不是很受人喜欢 但是其实呢 北美加拿大和美国 是在药学和药剂科技 发展研究这些行业中 全球领先的一些国家 也就是说 很多很多的比较领先的 医药公司啊 生产公司啊 还有研究公司等等 都是在北美境内 那这些大公司呢 我们在这里也 给大家稍微列了一两个 example在里面 他们包括了加拿大的 也包括了就是美国的 Johnson & Johnson 或者Lily 或者Abb Laboratories 这些都是北美极为有名的 制药公司 还有发明公司 那他们每年招聘啊 他们每年的就是研究资金 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想往这个药学方向去发展呢 他们的考虑范围其实也不仅仅就是做药剂师这一个行业 他们可以选择往科研方面去发展 而且就业的前景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学药学的这些学生呢 无论是往药剂师方向去发展 还是往药学研究方向去发展 这个专业在加拿大本科一般来讲都会在大学的大二大三开始就会有大量的科研机会和一些临场实验机会 让学生早期先进入这个专业的领域当中 让学生们在毕业之前就会有两到三年的这个经验 去接触一些实验室里面的技术啊设备啊 去跟着教授也好或者或者博士生也好 或者跟医药公司一起能够参与一些药学和医药界的一些发明创造 那这些经验对于学生来讲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也就是能够让他们在毕业之前就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行业 在他们毕业之前能够hopefully找到一个比较好的offer 和他们以后在药类可以去发展的一个方向和领域 那最后呢在专业方面呢我们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医学专业 那这个专业也是很多学生们非常感兴趣的专业 也是有很多学生前面咨询过我们医学行业是否就是以后读医学院以后做个医生 其实呢加拿大的医学院院系叫Faculty of Medicine 它也划分了本科学位和研究生学位 也就是说如果学生呢想去考虑医学方面的专业呢 他们不一定只是去考虑在临床方面或者去学医学院读 读那个MD医生的这个学位 其实很多加拿大的这个医学院校包括麦大医学院在内 他们也是对本科学生开放去教学生一些跟医学有关的研究科研方面的内容和学位 这些学位呢其实跟临床医学是也有很直接的关系的 也就是说很多学生他们如果有这个读医学院的想法 或者有想去医学方面去发展的这个这个想法 但是他们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一定要去读这个医学院 他们可以选择在本科的时候先去申请医学院院系的其他的本科学位 比如说麦大呢在在十几年前就对某些学生开放了一个东西叫癌症科学 癌症科学在本科的这个level呢就是教学生非常非常精细 非常专业性的癌症研究的知识 也能够让本科学生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癌症研究和临床研究 那这些研究和经验积累还有发表文章的积累呢 对于学生来讲无论是以后这个学生想直接往科技科研方向去考虑 或者想在本科的这个faculty medicine毕业出去之后呢 再去进军医学院其实对学生来讲都是有费都是有很多的帮助 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学业学位 那我们也是希望学生们呢能够把自己在在选专业之前呢 把自己能够选择的或者有可能选择的专业一一横向比较一下 多去看一看各大院校能够提供的一些机会 其实很多院校当中他们的机会划分非常非常之精细 但是他们的机会也是非常多的 那下来我想给大家稍微进一步的去介绍一下 魁北克的医学行业就是医学院这个专业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走向 这也是我们接到很多学生们的咨询的顾问的一个问题 那在魁北克省医学院的这个升学流程和学业流程呢 是和其他的北美省份和国家有一点点不同 在通常的概念来说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表的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讲述的是一般来讲 在北美如果学生想去医学院的话呢 他们应该走过的这个流程 第一魁北克的学生要经过两年的预科学习 也就是相当于国内的高中三年级和国内的大学一年级 这个两年毕业之后呢 学生会再走进大概三到四年的本科 也就是国内大学的大学二年级到大学四年级 所以总共呢 无论是在魁北克还是在美国或者在安省 一般来讲 学生在进入医学院学习的之前 他们一般都会先有着四年到六年的这个 医学院之前的高等教育 包括了预科和本科 一般在北美他们的正常流程 是四年或者三年本科毕业之后 学生要先有本科的文凭 才能够去申报四年的医学院 但是在魁北克这个制度有一个很大的 很明显的改变 这个制度也只是魁北克给予自己 省内的学生的一个求学的方向 这种方式呢 是我们在这一页那个PPT的下面版页 这个里面呢 就是学生来讲 他们可以先像别的学生一样 先经过两年的预科学习 那这个两年预科学习 也就是像国内的这个高三和大学一年级 但是他们经过两年预科学习之后呢 他们可以直接跳过 也就是不用去读这个三到四年的本科 他们直接可以进入医学院的这个预备环节 医学院的预备课程 在在麦大 在魁北克叫MEDP MEDP就是Medicine Preparatory Program 也就是医学院预备课程 那这个MEDP医学院预备课程呢 一般来讲都是在麦大只有一年时间 在某些情况之下 因为这些学生 他们需要在一年之内完成 大概其他学生本科用三到四年的时间 完成了一些医学院的必修课程 那可想这些课程的压力呀 内容啊 还有节奏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那有些学生呢 他们会在校方的批准之下呢 用两年时间去完成这个MEDP Program 当学生们在 在魁北克 比如说在麦切尔大学 如果能够他们在成功的情况之下 一到两年之内 完成这个MEDP Program 那这些学生就可以直接进入医学院的四年学习 所以在魁北克 也只能在魁北克 学生可以享受这样子 就是在这个表的下半部分的 这个就学就读的这个流程 那这些流程呢 对很多学生来讲 是比较的有效率 而且他们可以早在24岁25岁左右 就直接可以医学院毕业 而非是通常的26岁到28岁左右 那这个专业流程呢 也是很多学生非常感兴趣的流程专业 那至于这个医学院到时候的 升学流程步骤啊 还有选学校各方面 我们下来讲座的第三部分 会给大家比较细致的去分享 走 接下来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各大加拿大科学院本科的这个 优势 还有一些专业选择的考虑因素 很多学生在我们 在我们前面的经验当中呢 会直接考虑 比如说麦大呀 或者蒙大呀 或者康大呀 或者多大 但是如果深一步的去 跟学生们交流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麦大 或者为什么会选择蒙大 他们的这个答案 很多时候非常的简单 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在麦大 所以我也想去 或者听说多大很好 所以我想去 但是在选择高校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给自己多一些时间 并且慎重的去考虑多数的复杂的因素 但这个因素里面呢 我们一般来讲会给 会给我们的学生提供 大概几个到十几个因素范围 在这里我们想推荐大家四个大板块 这也是我们通常给大家的建议的思路 在选一个理科院校 作为一个本科学业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学生们 第一当然需要去考虑 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 这个学术水平应该如何去衡量 并非只是看这个学校的学术排名 因为学术排名多数的时候呢 只是看这个学校的教授 他的背景 他的教学经验等等 但是很多学校在本科的level呢 他们的讲课的认课老师 有很多并不是那些教授 而是这个学校聘用的很多讲师 也就是说 如果学生想去真正去研究 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 和这个专业的认课老师的这个要求 还有他们的学习内容各方面呢 最好能够去深入的去了解一下 这个学校 比如说某些专业 他们的认课老师近几年都是谁 他们这个课程或者这几些实际的必修课里面 老师们一般每一年会讲些什么的要点内容 另外呢 我们建议学生们多去研究一下 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 从一个发表文章和课后辅导的这个方向去考虑 那也就是说 在学生在报考或者在横向对比学校的同时 希望能够多跟一些学长啊 多跟一些在校的学生甚至老师各方面 如果有这样子的可能性的话 多去问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然后因此能够更直接的去了解一下 这个学校从学术方面来讲 他的教育方向 他们的教学重点 教学理念等等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大因素呢 是该校的科研机会有多少 科研机会我们下来会更深一步的给大家去分析 是因为科研作为一个本科的理科学生来讲呢 是在三到四年本科生涯里面 必不可少的一个经验 但是科研这个东西呢 在加拿大 其实也有它的很多复杂的点 第一 科研在加拿大的很多高校里面呢 并不是对每一个在读的理科学生开放的 其实学大多数的高校的理科在读学生 大概有成千个 甚至上万个 但是呢 这个学校的科研机会 只是有那几百个教授 或者几百个教授带领的实验室 有这样的机会 也就是说 每一年 每一个学校的科研机会 名额 其实根据它的这个 再读学校的人数来讲 是一个比较大的比例 一般来讲呢 科研机会 最好是能够考虑到 你在你感兴趣的领域 在跟你以后就读或者就业方向的领域 或者在你以后跟读研方面有关的这个领域当中 这个领域的科研机会 大概这个学校能够提供多少 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话题 他们在下来几年或者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能已经得到了多少的经费和多少的支持 而且呢 这个学校会有多少相关的教授 相关的实验室 已经在进行这些科研研究 那如果通过这个多方面的 很精细的去研究呢 学生会对这个学校的科研机会 科研深度和它的这个潜力 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也能够帮助学生去比较深入的 明确的去分析 如果选择去就读这个理科专业 实际上来讲 我在这个学校里面的科研机会 科研的这个发表机会 到底有多少 第三个大因素呢 是co-op co-op的意思就是实际教学 它的教学方式呢 一般来讲是给学生 大概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 这个学习时间 是在课堂里面学习的 但是另外的50%到30%左右呢 是让学生带心 在公司做见习或者实习活动 那这些实习活动呢 一般来讲在理科学校 也是很多专业学生们 在三四年当中必不可少的经验 这个经验的价值呢 其实对于很多学生来讲 就是能够比别人早几年 三年到四年左右 在早早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积累工作经验 因为很多学生如果比本科毕业出去呢 他们面临的一些招聘的要求 很多公司 很多机构都会要求学生们 或者就是应聘的这些毕业生们 有一到两年的工作经验 但是如果一个学生 在下来的三到四年当中 他们是全职学生 只是每年暑假出去工作的话呢 他们远远凑不到 这个一到两年的工作经验 那如果这个学生能够选择一个 理科院校和他们的这个 这个实习机会和实习平台 能够足够让他们 或者帮助这些学生们 早在大一或者大二 就开始积累工作经验 并且是每一年都能积累到 三到六个月的工作经验 那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呢 当这个学生理科三四年毕业的时候 这个学生就足以满足了这些 机构或者公司的要求 已经有最起码 一年半到两年的工作经验 那这个对学生来讲 他们毕业之后的这个走向啊 就业方向啊 还有就是对自己专业 对自己行业的一个了解 是远远在其他学生的前面的 所以我们建议学生们 在选择大学的时候 不能只是纯粹的去看一个排名 也一定要考虑 co-op机会在这个学校 大概会有多少 最后一个因素呢 是Leadership 也就是领导机会 这个领导机会 在国外的高校里面 其实非常非常有价值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我们身边的去 就是现在已经在 耐大或者多大 就读的学生们 还有包括我个人 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 很多比较要求很高 或者今天非常激烈的机构 公司 他们在校内交聘的时候呢 他们不是在校内广大的学生群里面招聘 他们是邀请函行式招聘 这种邀请函行式招聘呢 就是他们专门指定院校的负责人员 给在校或者在这个系里面 学生会啊 或者研究组织啊 或者一些就是竞赛团队的小领导员 像学生会主席也好 或者竞赛队的队长也好 专门给这些学生们发邀请函 特别邀请这些学生们 专门在这个公司开放的一个 比较小规模的见面会当中 跟这个公司的猎头 和他们的HR见面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学校 这个高校 能够提供给学生一定的空间 让他们自己去发挥 在三四年当中 除了学业 除了实习之外 有一些在校的领导经验的机会 比如说学生会 比如说一些新的学生社团 比如说一些竞赛的团队等等 那这样子呢 或者他们下来的就业方面 还有就是以后的升学读研方面 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就是说 我们建议学生们 在选大学的时候 选专业的时候 在专业了解的 这种前提之下 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 每一个高校的多方面因素 当然每个高校的因素 不仅仅是这四个 这也是我们觉得 就是考虑选大学的学生们 最起码应该考虑的这四所 走 下来呢 我想根据这个思路 给大家去 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这个科研在大学里面的机会 大概去怎么去衡量 理科学院包括数学啊 物理啊 生物啊 医学啊 等等 这些啊 这些院校 他们他们在本科的三四年当中 科研project 科研项目 他们一般最需要争取的 最大的目标 是左边这个example 叫N-CIRC-C-R-N-G 这个东西简称叫N-CIRC 它是加拿大联邦政府 每年投资几十亿家园 做主办的一个研究大项目 这个项目呢 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统一 每年通过政府 和学校大学的平台 颁发给每年政府认定 和政府想去投资的一些科研项目的 这个科研机会 这些科研机会呢 也是作为我们本科学校来讲 是我们的英语叫Golden Standard 这些科研机会也是很多 本科学校本科学生在理科学院当中呢 一定想去争取的机会 这个N-CIRC大概的流程 就是每年它会有两轮到三轮的 这个项目颁发和真的 和这个投标的机会 每一次投标分别是九月份 一月份和四月份 那这三次投标呢 也就是学生自己先要去申请 和一个教授或者一个研究团队 同联合起来申请给联邦政府 说我们想在下来的三到六个月之内 进行某一个科研的项目 或者一个科研的研究 那这个科研研究呢 一定是加拿大联邦政府认定的项目 和认定的就是研究范围 那这个项目呢 如果得到加拿大省政府的批准 和联邦政府的批准 这个项目对于学生来讲 第一是一个学生能够得到 三到四个月当中 他们的研究经费 大概是四千到七千加币左右 第二也就是更重要的一点 这个N4的研究项目 是在每一个科研 或者每一个以后想去医学 药学或者临床方向 去发展的学生呢 这个科研项目 是在简历上是有最大的含金量 也就是说 我们建议很多学生们呢 在考虑往哪方面科研角度去发展呢 最好能够对这个学校的NSIRC 科研项目进行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 这个高校 比如说麦大呀 或者多大呀 在科研方面 最近几年来 或者将来的几年来 NSIRC会给这个学校颁发多少项目 会有多少教授 多少院校 或者多少实验室 直接参加于这个NSIRC研究方面 当然其他的很多研究科研的机会呢 也包括了很多当地的 像安省省政府颁发的 或者魁省的那个卫生局 颁发的一些科研研究项目 在这里 在这个 在这一页PPT上面的右边呢 我们也给大家颁发了一点点小的example 但这些例子呢 其实只是 只是很大成千上万的 这些机会的三个而已 但这些机会呢 也是对学生来讲 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这些项目有可能不是 尽管他们不是 省政府或者联邦政府资助的 NSIRC项目 他们的项目的优势呢 是在于 这种小项目 他们是直接性的 在下来的三到六个月之内 就会有发表的可能性 或者他们会直接 有对病人 有对临床 或者科研理议方面 有直接性 而且是半年之内 有一些发表结果的这个影响力 那对于学生来讲呢 一般暑假呀 或者平时 在有时间 有这个经历的前期下呢 我们也想让学生们 去研究一下 每一个当地的项目 他们的影响力 他们的研究目标 他们对自己下来 找到 或者确定一个科研 或者职业方向 会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那当学生认定了 这个科研的这个 这个项目之后呢 其实在做科研的 这个整个流程当中呢 不是一个很漫长 很枯燥的一个过程 他们的 他们整个过程 对于学生来讲 无论是以后 想往医学院方面去发展 或者想往 其他的技术方面去发展 也是大有收获的 我现在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本科level的 这个科研的流程 大概是什么 第一 科研的流程呢 一般在学生投稿之后 学生要先在一个committee 先在一组教授 和专业人士面前 像答辩一样的 去给大家讲解 为什么这个项目 有研究的价值 这也是一个非常的好 练习口才 练习演讲能力的一个机会 当这个项目被批准之后呢 这个学生会成为 教授手下的这个研究室的一份子 那这个研究室或者实验室 每个星期都会有一到两次的团队meeting 那这个方向 也就是让学生们有更好的机会 每个星期 稳定性的 在学习 在考试之外 能够让自己 多去每周 跟在这个领域 学习的一些研究生啊 学长啊 甚至博士生啊 和教授 有一个非常非常轻易的接触 这些机会 这些接触 也能让学生们 在课外的时间内 学到很多 当今的科学领域方面的一些价值 第三呢 在整个科研的 就是project结束之后 学生们将要进行 两项更大 更繁荣的任务 第一任务呢 是他们要将 大概去编写几十页 甚至上百页的学习报告 和研究报告 这个报告 也就是让学生们 提早练习 专业的学术性 英语写作能力 这个英语写作能力呢 远远超越了中学 和西站的复杂性 这个英语写作能力 也就是一般以后 这些毕业生们 在行业上 或者在科研方面的 学习中 必不可少的一些技能 这个东西呢 在全球 我们统一称为 Language of Science 也就是说 无论学生以后 是留在北美 还是往国内发展 甚至去欧洲 他们的这个 几十页到几百页的 这个科学研究报告 和这个发表文献的 这个草稿写作过程呢 是他们必不可少的一个经验 因为这个经验 这个技能 将会陪伴他们下来的 整个全部的就业生涯 同时呢 如果一个学生 能够在大一到大四阶段 能够积累 大概几个 这样子的科研研究的经验呢 那这些学生们 很有可能 会在大学三四年毕业之前 就能够做到 第一作者的发表权利 那这个第一作者 听上去非常的简单 就意思就是这个文章 和这个科研项目 是你带领的 但是其实上呢 这个科研项目 还有第一作者 这个棋卫 在医学院的眼中 在药学院的眼中 牙医的眼中 或者 在就是读研考研的 这个招生办的眼中呢 这个东西 第一作者 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也就是说 他们能够从这个 第一作者这一条 这一个小细节当中 看见这个学生 有具备着一定的领导能力 一定的创新能力 而且能够在年纪轻轻的 20岁21岁的时候 就能够赢得一个教授的信任 让他独自 或者带领整个研究所 去完成一个研究项目 并且得到最后的发表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理科学生呢 能够在 在理科生涯的三到四年当中 能够完成最起码 一到两个科研的这个项目 他们其实能够在 这三四年当中 积累到不仅仅有很多 学术方面的硬实力 他们也能够通过这些经验 能够积累到很多 软实力的练习 这里我们先稍微 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些硬实力和软实力的 分别是哪些 第一点 从硬实力角度来讲 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如果学生要经历 整个科研的研究项目的流程呢 那学生接触的是 整个科研的每一个步骤 每一次文书 每一次申请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环节的设计 跟进 他们所涉及到的一些技术啊 设备啊 机械方面的背景知识 还有学术内容 第二点呢 从一个硬实力角度来讲呢 学生们也能够实际性的 去接触一个创新的 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 第三点呢 学生能够通过这个科研研究 给自己积累一些 学术性英语写作 写作经验和练笔经验 这些练笔经验 无论是以后帮助学生们 读研究生 还是帮助学生们以后 在岗位上面发展 都是必不可少的经验 很多的理科学生 他们的英语写作能力呢 其实通过这个三四年的练习下来呢 都是非常非常强硬的 在软能软实力方面呢 一般来讲学生 因为他们要面临在 早在科研项目开始之前 就要在很多的专业人士 教授前辈们面前 去说服教授 他所想做的这个科研项目 是在科研领域上面 非常有价值的 那这个说服 整个过程不是简单的两三句话 而是非常漫长的几个星期的流程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学生也会积累不少的 沟通能力 口才 说服能力 表达能力等等 另外 整个科研项目呢 一般都是几个月漫长的过程 那几个月当中呢 学生也是第一时间能够接触到 在一个科研实验室 或者将来在一个工作的岗位上 怎么去跟同事上次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人员 保持沟通 跟大家在一起 完成好一个整体的项目 那对于学生来讲呢 这种团体的工作经验 无论是以后这个学生选择走临床医学 或者走科研 或者甚至走一些跟理科 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些职业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经历 最后呢 最后呢 一般来讲 就在我们前面可能看见的 做本科科研的学生 一般来讲呢 他们都会经历到最后一个去present 去答辩的过程 这种会议在英文当中 叫为交流会conference 那这种交流会呢 一般来说 参与的远远没有几十个学生 而是整个领域里面相关的 全部的教授啊 博士生啊 博士后啊等等 那这些本科学生呢 就要很有信心的 站在这些陌生人的 这些学术专业人士面前 大概两三天的时间之内 去给大家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 自己的思路和一些想法 这个想法 这样子的机会 不仅仅是让学生 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 和自己的口才能力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去积累自己的人脉网 帮自己找到下来的读研的方向啊 或者研究生或者毕业 或者博士生或者医学院的一些走向方向 比如说我个人在本科的时候呢 我当时也是通过这样子的机会 来慢慢的找到我后来的研究生的导师 这也是就是说 因为导师的这个每天的工作 它的量是很大的 而且每天工作可能 他们会收到成千上万个email 他们很有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去看待你自己的投稿 或者自己的自见性 所以很多理科生呢 他们如果以后想往科研 或者想往医学方面去发展 他们都会想去利用 做科研项目 发表文章 去参加conference这样子的机会 来去给自己更大的曝光率 来去让更多的教授 去注意到这个学生的潜力 和他的才能 也会有更大的可能性 在自己毕业之前 就找好了研究生的这个就读方向 或者以后的就业方向 下来我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前面讲过的co-op项目 这个co-op项目呢 也是跟我们前面讲座 商科和工科的这个思路和流程 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晚上也是简单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个课堂教学和工作 实习的项目流程呢 一般来讲 就是让学生在三到四年当中 完成一到两年的实习经验 他们一般的设置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一个学生 从大二的那一年开始 比如说九月份 他们会在秋季学期的时候呢 大概会就读五到六门课 这个学生在这个学期 四个月当中 也差不多就是一个全职学生 然后在冬季呢 这个学生就有可能选择全职实习 也就是说冬季学期 从一月份到五月份这个阶段呢 这个学生比如说在读材料学 或者在读生化 他们就完全不会接触任何的课堂 没有任何的学业任务 他们完全是全职 每星期四十个小时 投入在一个实习岗位当中 当然在这个实习岗位当中呢 学生也要不断地跟学校的教授 还有实习的导师保持联系 平时沟通他们实习当中 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和一些疑问 最后呢 夏季也就是五月到八月 这个时间段 学生也可以 学生也可以选择 不好意思 我们再回去一下 选择停留在这个实习岗位上 那这样他们这个学生 会有一个没有中断性的 八个月的实习经验 当然八个月从一个工作角度来讲呢 会给这个学生带来非常宝贵的工作经验 更有可能性的去从头到尾 做完一个公司的项目 从头到尾看观察以及学习 一个公司的大流程 大季度的大季度各个细节 这样对学生以后 无论是就业啊或者读研 也会有一定的好处 那说到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几个大学科研 或者实习项目的资源和划分 在这里我今天晚上只是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也是给大家想分享一下我们的思路 我们先给大家就是对比的呢 是卖大 多大 还有华大这三个学校的科研 还有实习工作的一些机会的对比 在这里呢 我们先想看到是这样子的 第一点 第一点先是 不好意思 我先我先这里先简单说 回应一下一个学生给我的就是提问 今天晚上我们的讲座是这样子安排的 因为我们今天准备有30多月的PPT 所以我想先给大家讲完我们的内容 大概9点钟9点15分左右呢 我们会开始有个很开始答疑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把全部的学生回家长的问题 都在最后答疑环节给大家一一解答 这样子我们也能够先给大家看完我们的讲座内容 然后进行一一答疑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欢迎大家现在给我们先留言 我们在讲完之后会有一一解答的 谢谢 回到我们这里的讲座情况 在这里我们先看到的是 麦大从一个翻译也就是经费的角度来讲 他们并不是大学自己负责经费 也就是说麦基尔大学的全部的科研经费呢 是由学生和教授自己独立去完成去争取 也就是说这个经费设置和他们的资源设置呢 也是有利有弊 如果一个学生想自己争取一些就是研究的机会呢 他们很有可能会遇见 因为经费不足或者项目没有被批准 而导致他们这个研究项目无法进行 这也是研究行业一个很大的风险 但是相反也可以从这个对比角度来想看见 加拿大在CRC这一栏 其实他们在读的教授非常非常多 那这个CRC代表什么呢 CRC的全称英语叫Canadian Research Chair 也就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特别指定的研究科研教授 这个教授呢是什么意思 加拿大每年因为他们的各大名校 高校呢都是公立学校 政府跟大学合作去做任何的科研研究项目呢 都是直接用政府的名义 政府的经费来去进行的 那这些CRC也就是加拿大政府指定 每年必须给他们足够的经费 足够的条件 足够的资源 让他们做几个或者十几个研究项目 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学校有多少CRC 这也是能够侧面性的去表达 这个学校的科研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 我可能会有多少个机会 或者什么样的领域的教授在这个学校里面 所以我们建议学生们呢 在比较学校的时候 CRC这一栏可以看一下 多少教授是联邦政府指定的研究教授 他们的研究能力 他们的研究方向和他们的研究经验 都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尽管麦大没有去公布 他们校内给供于学生们多少研究的经费能力 或者资源 但是我们也不能直接了当去说 那麦大的研究经验和他们的研究空间 可能就不是很大 最后一点 麦大没有所谓的co-op项目 在他整个理科过程当中 他们呢是用internship program 就是实习经验来去待机 那这个实习经验有什么样子的利弊呢 也是让大家可以尽量去自己 横向对比横向研究一下 internship在国外 不仅仅有很多的名额限制 一些机会的灵活性和他们的潜力 他们也有一些在法律层面来讲 一些优势还有弊端 所以我们建议学校呢 在这个在internship方面 在就在选择实习工作的时候呢 多去研究一下 这个学校第一offer的是intern还是co-op 第二intern或者co-op 他们的细节流程名额各方面到底有多少 中间我们看一下多大 多伦多大学在一个研究经费方面来讲 是非常丰富的 他们现在是13亿加币每年的就是研究支持 但是尽管这些数字 他们CRC非常非常之多 这也不能直接了当去单方面说明 这个学校的科研实力非常非常强 因为这些经费和这些学生老师们呢 他们是为多大广大的上万个本科学生服务的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学生们呢 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 也去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些学校和教授们 他们大概有多少名额 他们大概有多少颁发权力和下来三到五年当中 他们的资源他们的项目目标大概有多少 这些是最好能够学生们自己在横向对比学校的时候 自己去进一步的去了解 最后我们分享一下滑铁卢 滑铁卢从一个CRC角度来讲 从研究的教授来讲 当然远远超过 远远不能超过麦大或者多大的这个教授人数 但是相反的就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呢 是滑铁卢大学的co-op项目特别特别多 滑铁卢整个教学的理念 就是他们也是鼓励学生们 能够在本科的三到四年当中 无论是学数学学计算机科学 或者学生物或者学纳理科技 他们都能够给自己一些时间和机会 去早在大一的时候 就是刚刚读大学 他差不多三个月六个月的时候 就开始进入实习的环节 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教学理念和经验 对学生来讲 就是能够证明这个学校 在co-op方面他们的投入 和他们的这个资源是特别特别多的 但是相反他们在科研方面呢 可能在机会上各方面并没有 并没有像UT或者McGill这样子这么的重视 这也是每一个高校在学习实习方面 会有一定的不同意义和自己的优势和理念 麦大的internship program 我再说一遍 internship和co-op的区别 其实非常的复杂 大概几个因素复杂点是这样子的 第一他们的区别是intern不是通过校方的平台 专门给学生实习机会 intern在西方他们不是一个正式的工作 他们也是受到了省政府和联邦政府 很多的这个法律和就业劳动法的限制 第二个大不同点呢 是intern在一个工作长短来说 他们的设计和co-op是不一样的 具体有什么样的的不一样 这个是必须要看每一个领域的区别 第三个不同点呢 是麦大的intern program 不是必定需要学生去完成 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学生报考的是 华大的一个co-op专业 意思就是这个学生必须完成co-op 但是internship呢 只是一个有选择性的学生个人的选择 他是否会在大学的三到五年当中 完成internship项目 那这个呢 是学生自己通过跟导师跟教授 跟上司或者跟就是专业人士 还有就是公司的HR 多方面去商讨的一个结论 而非就是说像co-op program一样 只要你被这个program录取了 你就必须完成一定的co-op项目和时间 我们时间可能不多了 我继续讲 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各大学校的这个申请的细节 和他们的需要的文书流程 也相信大家也会 我们先细细的去讲一下 医学院这个加拿大的申请流程 在讲麦大医学院的申请流程 和必要环节之前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些 最近一年的数据 这些数据呢 是我们机构从加拿大的医学院学会中 拿到手的2019年的录取数据数 在2019年录取数 我们先横向对比一下 麦大多大和皇后大学的录取标准 第一点 麦大这里的录取呢 这个第一了 number of applicants 就是每年会在 每年报考麦大医学院的总人数 麦大报考的人数呢 它有两个数据 原因是这个 因为麦大的医学院分两个阶段 第一是我们前面讲到的netp 也就是学生可以直接 通过两年的预科学习之后 直接进入metp 也就是医学的预备课程 这两年或者一年的预备课程呢 一般每年会有一千名学生报考 然后 在这个预备课程之外 麦大呢 每年也会接受到大概1900个学生 直接申请他们的四年医学院专业 在这些学生当中 这些申请学生当中呢 麦基尔大学每年录取的最后学生 就是2019年的数据 每年录取的学生 差不多在70名metp学生 和115名医学院学生 所以总共他们的数字呢 是差不多在190名 185名学生这样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麦大医学院 每年的录取率 大概是10%以下 这个竞争在加拿大今年 也是非常激烈的 那从一个成绩角度来讲呢 麦大医学院每年的 如果是学生直接从csharp 预科申请他的metp program 他们去年这个平均成绩 rscore是37.17 这个rscore我想让大家稍微 就是了解一下 这个里面的细节复杂性 rscore呢 在前面几年之内 做了一次改革 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去搜索一下 麦基尔大学 可能2010年到2019年的 这个rscore录取分数件 大家会看见一个很大的浮动 这个浮动不是因为 麦大的医学院的录取要求变高了 而是因为整个rscore的系统的 计算方式改变了 另外呢 这个31.17的数字 不是被录取学生的31.17 而是平均收到 麦基尔大学医学院 面试邀请的学生 学生的那个成绩平均 也就是说 受到了学生邀请 并不是意味着 这个学生已经被录取了 而只是说 这个学生被邀请去麦大去做面试 面试之后 还有一大部分的学生 也是被聚在门外的 另外 在直接申请麦大医学院的 这些学生当中的 一共1900名学生会报考 最后的115名的学生 他们 在他们之中 他们的平均成绩 就是本科3到4年的GPA 是3.89 这个GPA也就是意味着 他们2019年整个学年当中 被麦基尔大学医学院 邀请去大学面试的 这些学生们 就是候选人 他们的平均不是最低 平均成绩是3.89GPA 相当于差不多 是平均分93%94%这样子 那相似的是多大 多大每年 因为他们只有这个 四年的医学院制度 没有麦基尔的这个 一年到两年的MAP-P制度 他们每年的申请人数 是3400名学生 然后多大每年的 录取人数呢 差不多是250名学生 那这些学生也是一样的 被收到邀请函 去多伦多大学医学院 面试的学生 他们的平均成绩 是3.89GPA左右 最后皇后大学 从数据我们可以看见 皇后大学 在加拿大境内的这个竞争 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激烈性远远超过了麦大 皇后大学每年 有高于5000名学生报考 但是5000名学生报考 他们每年只收100个学生 入读皇后大学的医学院 因为这个里面的竞争 极为激烈 皇后大学 在招聘 招生的时候呢 是唯一一个不公开任何 招生标准和成绩要求的学校 相似我们下来再看一下 加拿大其他三所 UBC Western 西大 还有麦玛的大学 这三所大学里面的招生 还有最后的成绩要求 我都一一列在这里 有一个小东西 我可以去解释一下 在最后一栏的这个学习成绩方面呢 有两栏 我是打了新的 打了新的原因是这一个 UBC和西大 每年它不公开任何的 平均被录取的学生 或者收到面试录取函的 学生的成绩标准 他们只会对外公开 这个最低分数线 所以在这里 85%的UBC 这个成绩呢 是UBC医学院最低要求 并非他们的平均要求 在这里 Western 西大 我列的3.7GPA 这也是西大医学院最低录取要求 而非平均录取要求 也就是说 他们的实际竞争呢 其实很有可能 跟麦大和多大差不多 都是在GPA方面 或者在成绩方面 成绩非常非常好的学生 那看见这些数据 大家也是很能了解 在加拿大医学院录取 对任何学生来讲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在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 录取的要求 申请文书 以及一些录取的流程 第一点 我想跟大家解释 一些我们常年 很多家长们提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家长们会提问 如果学生是国际生 比如说 从国内来这边读 高中十年级 或者十一年级 只是学间身份呢 那是否这个学生 也可以申请魁北克 或者其他加拿大境内的医学院 如果是学生有这样子的国际生背景呢 如果学生们去官方去了解这些信息 官方的招生办会告诉学生们 加拿大境内的医学院的名额 绝大多数 百分之九十以上 是给省内的学生 也就是说 如果麦大每年收 180名到190名学生 百分之九十的名额 差不多都是给省内 魁省之内的学生的 百分之十左右 是给魁省以外的学生 然后每年在麦大 只有一到两个名额 是全球招生 加拿大境内的全部医学院呢 都是有联邦政府 和联邦卫生局的管理 和他们的这个招生标准 所以每一个医学院 在招生的时候呢 绝大多数都是给有身份 在省内有居住权利的学生们 和家庭们进行招生 所以一般来讲 无论是多大 还是麦大 还是西大 甚至是蒙大 或者UBC 他们的医学院招生名额 一般都是百分之九十左右 给省内学生 百分之十左右 给国内学生 然后每年会有一点点的名额 是给省外学生 当然这个里面 也会有其他的 医学院 因为制度的改革原因 某些在安城的学校 最近几年来 把更多的名额 给国外的学生开放 但是他们的国际生名额 一般来讲 我们看过最多的 就是十个 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呢 是医学院申请的时候 学生都会考虑 那我的成绩 是否要达到 就是39R score 或者3.92那个GPA 是否成绩是最大的因素 一般来讲呢 医学院的录取 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复杂 考虑元素 很多的一个过程 他们的复杂性 远远超过了 麦大的其他理科专业 还有华大的一些 工科和理科的专业 所以在这里 我想跟大家细细的 去讲解一下 这些要求 到底有多少 第一点 如果这个学生 想直接从CSHEP 升向麦大的MATP 就是那个 医学院预备专业 他们要在CSHEP的两年当中 完成这些必修课程 这些必修课程 包括了两门 两门微积分 两门生物 一门生化 两门化学 三门物理 还有英语 还有更多的人文课程 这些课程也就是说 一般来讲 是一个CSHEP学生两年之内 应该修完的全部的科学内容 还有文科内容 这些必修课程呢 是无论是一个学生 如果他从CSHEP 直接进入MATP 直接进入预备专业 然后再升往大学 或者一个学生 先通过本科的三年学习 之后再升往 再升往那个 医学院的这个四年学习 都会要求的一些 必修的专业内容 那这个内容呢 一般来讲呢 是魁北克各大CSHEP 在科学的program里面 都会受课的内容 所以只要学生们 在CSHEP的时候呢 修到了这些课程 他们的必修课 这一栏应该是满足了 医学院的要求的 另外除了必修课程之外呢 申请文书里面 包括了这六项 第一项我们解释的是 这个个人的意向书 这个意向书呢 是医学院 无论是卖大多的 还是其他的学校 一般来讲 让每一个学生 必要的一份自荐信 这个自荐信呢 一般来讲 是一个学生 只有一页纸到 两页纸的空间 来去给招生官 介绍自己 介绍自己 为什么他想去读医学院 为什么想行医 为什么他有 这样子的意愿和想法 那这些内容呢 我们在这里 想给大家一个 小小的提议 多年来我们一直 他们很多学生们的 意向书和这个 personal statemen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看见 学生们在信里面是写 想读医学院的原因 是我想帮助别人 英文就是 我想help people 我们觉得这个理由 有一点太过笼统 因为这个理由 说实话 是很多 绝大多数 在职的医生们 护理人员 以及任何的医药人员 包括其他领域的 这些人才们都会说的 我想就业这个领域 或者进行这份工作 因为我想对这个 这个行业 或者这个领域 有所帮助 有所贡献 所以我们建议 学生们一定要去 提前一到两年开始 进行一点头脑风暴 来去 来去真正的去挖掘 自己为什么 想去就读医学院 这个原因 一定要非常的个人性 已经有针对性 而且是一个 能够有代表性的理由 第二份申请的必要呢 是一个CV 就是个人的简历 有些医学院会要求 学生们填一份 autobiographical profile 而非自己投简历 autobiographical profile 其实就是一份简历 上面的内容 包括了学生们 在读过的 全部的学校 他们的成绩 修过的课程内容 还有学生课外的 义工啊 领导经验啊 竞赛结果啊 等等等等 这份表格呢 也就是一份非常非常详细的简历 让医学院对这个申请学生的背景 他们的学术经验 还有课外的参与经验等等 有一个非常精细的了解 第三个文书要求叫Casper Test Casper Test是一个 是一个大概有90分钟 进行的一个电脑的 像雅思达提的一个考试 这个考试呢 其实是北美 无论在麦大也好 或者在美国的其他医学院也好 大家已经算是公认的一个考试 这个考试呢 它的题型 并不是一些像我们经常看见的 数理化的选择题 这考试其实是一个非常灵活性的 锻炼一个考核学生 沟通能力 事情的判断能力 还有他们的 他们对于各种角色的这个了解能力 这种考试 比如说他们的考试题呢 并不是说 我去填一个ABCD答案 有一个正确答案 有三个错误答案 这个考试里面 他们会给学生出一系列的 人际关系方面的 或者工作岗位上 或者学习 学校园里面会发生的一些 人与人之间 或者学生与同学之间发生的问题 然后让这个学生 自己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 分析和解答 那通过这些题目呢 学校和医学院 能够对这个学生的处理方式 他们的个性 还有这个学生的沟通方法 和沟通能力 有一个更加直接 更加客观性的判断 那这个考试的分数呢 对于麦切尔大学医学院也好 或者其他的医学院也好 都是算在觉得很多申请 还有就是招生审批的 这些因素里面的之一 这个分数呢 也是对于院校来讲 非常的重要 那有些学生的可能就是会问 那我们怎么去准备这个东西呢 因为这个考试并非像准备数学 或者准备化学考试 有公式 有齐形 有预备 这个考试很多时候 我们建议学生 应该是在考试之前 给自己多一些时间 给自己几个月的时间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在平时上课的过程当中 抓住每一次跟人的沟通的机会 抓住每一次课外的活动机会 都去锻炼自己的判断能力 都去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分析能力 然后通过这些日常的场景 这些情况 来去给自己多一些准备机会和经验 下来一个reference letter 这个东西呢 是教授或者上司 或者监考人写的一个推荐信 一般来讲 学校会要求大概两到三分之六吧 这个推荐信呢 一般来讲呢 是直接信的给一个教授 或者一个导师 一个机会去分享一些 这个学生从成绩单上 或者从他们的简历当中 可能看不到的一些细节和优点 那所以就是说 我们一般来说会建议学生们 不要去挑选 只是这个老师去写推荐信 是因为这个老师觉得 你的课上的表现不错 或者你的分数 在这门课上的非常的优秀 因为分数优秀呢 并不意味着这个老师 能够给这个医学院的招生官 分享一些课堂之外 或者平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这些老师呢 有可能只是了解的 你的学术能力 并非你其他方面的课长 但是学术能力往往呢 是招生班 招生班一般可以直接 从你的成绩单上去了解的 我们建议学生们呢 在考虑让某一个老师 写reference letter 推荐信的时候 最好能够去多方面考虑 这个老师会否会对你 这个整个的性格 整个的课外的一些表现 或者对你平常的待人接户啊 等等会有一些比较有趣 有真实性 并且非常有特色的故事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 这个MCAT和interview 如果呢 学生是直接从魁北课 考麦达医学院的话呢 他们是不需要去考这个MCAT 简称为MCAT 这个考试纯粹是留给安省啊 或者BC省啊 或者美国的一些医学院的考试 那个报考要求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也不会再进一步的去解释 我主要想解释的是 最后一个申请面试阶段 这个面试呢 很多的学校现在都进行的东西 叫MMI面试形式 MMI就是Mini Multiple Interview 意思就是 传统的面试方式呢 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 但是在现在的很多 麦达的医学院的 录取面试环节中 也包括了麦马医学院 多大医学院 皇后医学院 他们都已经进行了MMI 就是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不再用 一对一的面试方式 而是让同一个学生 经历六场到八场 或者九场不同的面试 一般流程呢 就是在学生面试当天 学生会走进一个比较大的教室 这个教室里面可能会有六张小桌子 或者有八个小平台小的板块 每一个板块里面呢 会有一个老师 一个面试官 那每一个面试官 会给这个学生出一道问题 总共在大概一个半小时 到两小时之内呢 这个学生总共会接触 六到八个或者甚至九个不同的小面试题目 然后学生在这两小时之内 就会在每一个这个板块里面 像轮流一样的走一遍 然后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呢 接触一个新的面试官 跟那个面试官进行一对一的面试 这个面试因为叫Mini 它的面试长短一般只有八分钟 也就是说在这个八分钟之内 学生第一听面试官的题目 第二进行对这个面试官题目的解答 他们初步想法 第三短短八分钟之内 面试官会根据学生的答案 根据学生的表达 和他们的思路呢 再去进行挖声 再去进行更深一步的提问 整个过程只有八分钟左右 那这样子的面试形式呢 对学生来讲 他对学生考验不仅仅是考验 学生临场发挥的能力 也是在考验学生 是否能够有效率的 跟这个面试官进行沟通 在八分钟之内 能够沟通清楚自己的思路 自己的观点 也能够在八分钟之内 跟随着招生官和面试官的思路 来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探讨 那整个过程 经过六场到八场的这个面试之后呢 医学院会根据这个八场左右的这个面试 每一场的分数 来给每一个面试的学生 打一个总平均分 那这个分数 也会算在最后医学院录取的分数的 这个衡量标准里面 当然也有部分的医学院在加拿大 也会进行传统的panel interview 也有些医学院 最近几年来进行的是 MMI加panel 那panel是什么东西呢 panel在英语当中 就是一个小组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传统的 医学院面试的场合当中呢 一般来讲一个面试的学生 他们面对的在同时 要面对大概四到六个面试官 也就是说学生坐在桌子的一方 在桌子的对面是四到六个长辈 在那边给一一的给学生解答问题 那这次到六个人 一般包括了招生班的主任 也包括了在校的医学院的任教教授 也会包括在职的医生 同时会包括在这个医学院就读的学生等等 那这个小组interview呢 它的主要目的是给更多的视角 让更多的招生官和面试官 来去给这个学生 这个申请学生 有一个比较全面性的观察 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经验 来去衡量这个学生是否准备好了 下来医学院四年的挑战 那可见这些复杂的医学院 申请标准和程序下来讲呢 我们也是建议学生们 如果有想申报医学院的这个想法呢 我们建议学生最好期间两年开始做准备 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是想 在CSHIP之后 两年之后就直接报考医学院 那这个学生最好 就是在CSHIP第一年开始 就开始做准备 这个准备包括了 就是除了学习的这个学术成绩 也包括了就是课外的那个经验积累 这个个人之间的内容的 就是你头脑风暴 也包括为了这个CASPER 或者为了面试 之前开始准备的一些小细节 和自我讨论之类的 另外呢我们建议学生们 如果想就是在两年CSHIP 或者三年大学之后 报考医学院的话呢 起早开始去熟悉一下 CASPER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去熟悉一下这个reference letter 需要什么样的内容等等 那这些也是方便学生们 起早做好这些准备 也给写推荐的这些教授们 充足的时间 对这个学生进行观察 进行评价 好那下来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他的理科专业的录取情况 和录取的流程 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会给大家介绍的 先是麦大 多大主校区 就是UTSG 以及皇后大学的录取标准 另下来呢 我会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华铁卢 西大和麦马的录取标准 今天晚上主要的录取流程 会集中在多大 华大 麦大 以及皇后 首先先是麦大 麦大的这个分数要求呢 在其他的理科方面来讲 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个表上 我们看见的呢 是麦大的录取分数线 一般来讲 低的话呢 是29R score 高的话是34R score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 是因为麦大的各大理科学术的录取呢 它不是按照一个大的院校来去录取的 而是学生在报考的时候呢 必须说明 他的意想在哪里 是计算机 还是生物 还是医药 还是环境 还是护理 等等 那根据每一个不同的领域 麦大给出的R score 最低要求也会不同 那这个要求 我们就鼓励学生们 在报考之前呢 一定要去官网上 多去观察一下 因为麦大每年都会颁发 他们前面一个学年的录取 最低要求的分数线 这些分数线呢 当然因为每一年都会有一定的 这个上下的浮动 这些分数线的信息 也是是做一个参考 对于学生来讲 但这个参考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最后 如果申请麦大的各大理科专业 除了医学院之外呢 其他的专业都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文书 麦大录取呢 绝大多数都是去考虑一个学生的成绩 因为麦大的招生办和理科招生办觉得 考虑学生成绩是对全部的报考学生 最公平的一种对待方式 第二点 多伦多大学主校区 UTSG 就是University Toronto St. George's Campus 多伦多大学 如果大家去官网上查看的话呢 他们的最低学术要求 在理科学院里面 他们说的是R score 26 是最低要求 或者是平均分差不多80分左右 或者84 85分左右 但是从我们的经验当中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个数字呢 并不可以完全或者独特去参考 因为这个分数 作为多大的官网上来讲 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对学生 对报考学生的大范围的一个建议 实际的这个分数线呢 实际的要求并不是这么简单 也不是26R score 一般来讲呢 多大的理科学院 在UTSG里面 也不会要求学生们 写任何的文书 绝大多数的要求 就是让学生们填一份 比较简单的表格 上面有会让学生们填写 最近几年的义工的经验啊 或者参赛的经验啊等等 但是呢 多大也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呢 会以这个学生的 两到三年的成绩 作为一个衡量 来去做他们最后的决定 皇后大学在这里 他们的官网上显示的分数线呢 是大概80分到90分左右 皇后大学的官网 这些信息也只能说是 给报考学生们做一个参考 也就是说实际上来讲 皇后大学的很多理科分数线 并不是实际上就是90分 或者80多分左右 另外如果学生从魁省申请 皇后大学的各大专业呢 皇后大学也会参考这个学生的R score 最后皇后大学官网上的这个标准 他们会显示 申请文书这一栏呢 是有选择性填写的 也就是说 他们没有必要让学生 如果报考数学呀 或者医学呀 或者工科啊之类的 他们没有要求让学生 一定要去完成他们的申请文书 但是这一点呢 我们想在这里提醒大家 在大学官方网站上 如果看见有学生 他们的建议是 这个文书是选择性完成 我们建议学生尽量能够完成它 因为这一份文书是唯一一个 让招生官能够不通过成绩 不通过这些数据 来去了解你的一个机会 那这些文书 我们看过很多种 很多个案例 都是学生们有可能在成绩方面 达到的是80多分 或者90 但他们英文有填这份文书 给他们在申请方面呢 有一定的优势 下来我想介绍一下 华铁卢大学的申请 和他们各大院校的标准 华铁卢大学的官方网站上面 填写的是他们的要求和数学 科学的分数要求 最低是low 80 也就是82、81左右 实际上呢 我们是想告诉大家的是 华大的这个分数线要求 远远没有这么的低 华大一般来讲呢 第一他们会注重 学生所报的这个专业和这个院校 根据这个专业和院校来去分析 他们会在看这个学生的成绩单上 测重点的这个分数 比如说如果这个学生选择报考的是数学专业 那这个学生到时候招生办会特别注重 这个学生的数学成绩 包括了两年先生的数学成绩 甚至高中11年级的数学成绩 如果这个学生报考的是功课 那华写读大学会看重这个学生的数学 科学 物理 化学等等的成绩 同时呢 也会注重这个学生的英语成绩 另外 如果这个学生在报考华大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想报比如说一个商科专业啊 会计专业等等 那华写读大学也是一样的 他们会参考 根据这个专业相关的一些必修课 他们会主要参考那些成绩 当然他们也会考虑这个学生的总体的平均分 另外一点 华写读大学呢 也是非常强烈的建议学生们 如果对华写读大学的计算数学 计算机科学等等的专业感兴趣 他们鼓励学生们在报考之前 最好能够参加华写读大学举办的数学竞赛 这个数学竞赛呢 因为是华写读校方举办的 他们能够早期开始接触这个学生的 实际数学能力和他们的成绩情况 那这些情况呢 也是能够让学校 给华写读大学一个参考的因素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想建议 如果学生们在开始考虑 报考某所大学或某一个专业 最好提前 我们一般会建议孩子们 最起码提前一年开始考虑 实际上呢 我们会建议学生们 最好提前两年开始规划 给自己充足的时间去准备这些考试 比如说 如果学生想去 想去准备 报考华铁读的数学专业呢 最好能够在提前两年 就开始准备华铁读的 比如说欧际里德数学竞赛 这样子的机会 然后给自己充足的时间 去参加 去复习 并且在这个竞赛当中 拿到一个好成绩 这些成绩 在最后的升级环节中间呢 会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帮助 最后一点 华铁读大学 无论什么专业 都会让学生申请 就是在理科专业方面 他们会让学生 附加一个申请文书 这个申请文书呢 在华大整个申请流程方面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申请文书里面 包括好几个板块 第一 华铁读大学 会让自己学生 单独去汇报 自己的成绩和学习经验 这个学习经验 很多人会很奇怪 但是为什么 因为在报考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 去投自己的那个成绩单 甚至很多的 那魁北克的学校 会直接通过官方和招生办 直接发送自己的成绩单 给华铁读大学 那这份表格呢 是华铁读大学 来去了解学生的一个单独的方式 在这个申请文书里面 除了成绩之外呢 华大也会再让学生们 再次去讲解自己的经验啊 自己的义工啊 就业啊 等等等等 甚至呢 华铁读大学会给学生一个机会 就算你可能的 就是在学习之外 你并没有任何其他的 就业经验 或者义工经验 你也并没有在学校里面 参加什么样子的义工 华铁读大学也非常欢迎学生们 你可以介绍一下 你自己的兴趣爱好 你的课外活动 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利用你的课余的时间 你会对什么样子的话题 什么样子的topic 什么样子的机会 或者内容感兴趣 它其实不仅仅是 局限在学生 一定要去填写义工 或者去填写工作经验 或者得奖经验 他们也会对学生的课外兴趣 和一些你自己 比如说有些学生们会课外去做一些抬肩道 课外去做一些其他自己的活动 甚至自己自学编程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 可以跟小方分享 最后呢 华铁读大学的申请文书上面 也会让学生分享一下 自己的领导经验 就是课外的一些义工经验等等 他们在这一栏的答案当中呢 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点小窍门 就是我们经常看见学生们 会直接填写 我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我是某一个社团的一份子 或者我在某一个社团 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领导席位 其实在这一栏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建议学生 不要把重心放在 你在这个社团当过什么样子的席位 而是你在这个社团 有到什么样子的收获 你学到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样子的改变 什么样子的心得 什么总结 这些是校方更想看见的 也是更能够去全面性的去体验 你的思维方式 你的价值观 你的学习目标 和学习方式等等 这些比你的职位 你的席位是什么 其实更加重要一些 最后 华铁卢大学 也是有一个选择性的面试环节 也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如果校方官方说明 这个面试或者文书是选择性的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一定要去完成 如果学生想给 想全方位的去全面 准备大学申请的话呢 每一个小细节 每一封信 每一个面试机会 最好都能够把握住 来给自己最好 来给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收到offer 下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西大以及卖码的 这个要求和录取方式 第一点 西大 Western University 西大也是如此 西大唯一的特色呢 是他们不会主要的去看 某一个学术学科的成绩 他们主要是审批一个学生综合性的能力 他们的最低要求是80分 但是我们建议学生们呢 最好能够在报考西大之前 做到80 80近90这个阶段 会对自己的学术成绩和竞争力 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最后 麦玛大学 麦玛呢 在整个理工科的这个范围之内 在本科的行业当中 其实是各大院校门槛最高的大学之一 它和皇后大学滑铁卢 其实在很多方 很多学术的这个录取方面来 竞争非常非常激烈 也是为什么麦玛在官方声明 他们的最低分数线是90分 也就是说很多学生在达到90分 甚至92分94分都有可能达不到麦玛的offer 另外麦玛他们的录取环节中间 也会有申请书 字件信答疑等等这些环节 也是一样 我们建议学生们用心完成 提早开始做准备 展现给给校方看自己的思路 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个性 而非只是在解释 或者在或者在去列出 自己的一些成就和成绩 so 好 接下来我们想给大家一些时间 让去解答一些问题 今天晚上还正好 我们到了9点15分 我们想那个想是再次 也是先再次感谢蒙城成长教育论台 给我们提供今天的平台 就给大家分享今天晚上的讲座内容 和一些理工科的录取专业的介绍等等 当然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样 理工科行业呢 在加拿大 它的专业划分是非常复杂的 它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工科 和超过了这个商科 所以今天晚上也很遗憾 不能一一把每一个热门专业 给大家分享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也欢迎现在跟我们进行一些问答 或者我们可以线下在联系 进行更加针对性的答议和咨询 最后呢 想先开始看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有可能提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从头开始答起吧 我先到最后前面去 老师请问哪个大学的航天方向专业比较好 我想问一下 您是指航天还是指航空 因为两个专业不同 如果是航天的话呢 专业上来想 我觉得这一点要看 是往航天的哪个方向进行 因为航天也是有就业的 就是职业方面的 科研方面的 工程方面的 以及管理方面的 那从这几个角度来讲呢 大学专业 您有某一个大学 在综合性的航天 航天或者航空 会有就是独一无二的优势 如果您方便的话呢 可以给我们更加详细的一个问题 老师请问四年医学院毕业之后 拿到的是什么学历 是本科还是研究生 四年医学院 如果您没有 如果您指的是四年 就是两年 两年学业 两年临床研究的这个学业的话 四年医学院毕业之后 它的学历叫MD 也就是Medical Doctor MD在国外属于研究生学历 它的Equivalent 它的就是相似 就是PhD等级的吧 Doctoral 它不是一个Master 或者一个本科 但是麦大的这个学业是MDCM 所以它的这个系统 会有一点点不同 你可以去仔细的了解一下 但是在北美大范围内 全部的医学院 都是MD这个学历 请问安省大学理工科 对回北法语 CGEP的英语要求如何 怎么说 当然安省大学理工科 各大学校的要求 有很多不同点 我也只能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法语CGEP的要求 一般来讲呢 第一校方会参考这个学生 在CGEP两年的英语 和法语的实际成绩 第二 有些情况之下 学校也会要求学生 去考雅思 托福多灵果 或者其他的语言 综合性的标准测试 当然这个标准测试呢 您可以去参考一下 就是大学的 就是具体的要求 因为每个学校的不同 大概吧 都是最低最低 6.5分到7分左右 当然这也是看 每一个学校的 这个这个分数线要求 会有一点 就是上下的不同点 在有些情况当中呢 我们也会经常接受到一些学生 他们尽管是从魁北克的 法语CGEP毕业 比如说PREBIF这种学校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成功的 去说服高校 免去这个学生 考雅思 考托福 或者其他语言考试的 这个要求 直接参考成绩 或者直接参考 这个学生的综合能力 来给他下offer 下来一个问题 在报大学的时候 孩子不过19岁 如何能够知道大学的学术 研究能力 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也同意这件事情 并不是非常简单 因为很多学生 不过19岁 18岁左右 很多时候 他们的学 他们的学术 还没有学到 大三大四 这个非常就是 深入的这个阶段 所以对很多的研究领域 各方面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呢 英语方面 这个我不知道 怎么去用中文答 因为我们有东西叫 Layman Terms 就是 如果我们让一个教授 或者一个老师 把一个非常专业性的东西呢 用最简单 最普通的话语 去讲给一个学生听 学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来去了解 这个领域 现在有什么样子的 新突破呀 新的研究点啊 或者这个领域 最近的发明 或者一些发展 在普通的行业当中 在消费的这个 这个行业当中 在市场上 有什么样子的更新和进步 那这些呢 可能更加贴近生活 更加贴近学生 19岁或者18岁 大概在CJEP 这个年龄段的 这个背景知识 和他们的这个了解的范围 其实这也是对学生 一个比较好的练习方法 下来一个问题 想上医学院的国际留学生 本科阶段 可以先读什么专业 这个问题 没有一个或者几个 我们觉得可以推荐的专业 因为实话跟您说 医学院 比如说来麦大 来做一个标准吧 麦大医学院 每年180到200个名额里面的 70个名额 是给MATP 也就是预科 就是这个预备专业的 另外的100个名额左右吧 120个名额左右呢 都是给本科生 研究生 博士生 博士后等等人才 那作为一个学校 他们要的并不是 统一的一个学生背景的 这个申请生 来去读他们的医学院 医学院一般来讲 会要一个多元化的学生组织 他们更想看到的是 学生自己的学术背景 想看到学生自己的研究个性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建议学生 比如说你想去读医学院 那你本科一定要读什么 而是你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你觉得除了 除了医学院 这一个标准之外呢 你可能对科研 对科学 对医学临床研究 或者就是这个市场领域方面 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有什么样子的目标 以个人为中心 选择专业 其实在医学院的录取环节当中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第二 请问哪个大学在软件工程方面比较强 这个东西 我想让这位家长 第一呢 我们前面有一次讲座 讲的是工科 因为软件工程在国外 不属于理科专业 软件工程英语叫 Software Engineering 它的附属的院校呢 是工科院长 就是Faculty of Engineering 也就是说 它不属于理科的范围之下 软件工程在我们前面的讲座当中 我们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各大院校的这个教育情况 这个强也是 我觉得比较的主观一点 因为一个专业的强与不强 也是多方面去考虑 学术呢 还是就业呢 还是实习呢 还是项目呀 活动啊 或者研究啊 各种各样的方面 当然就业率这些东西呢 这也是应该考虑在内的 所以我们建议这位家长 可能参考一下我们前面的讲座 或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到时候 现下再给您分享 谢谢 下来一个问题 Miggill Program的Internship 也是必须完成才能获得学位的吗 不是的 就是像我前面说的一样 Coop和Internship最大的区别 从一个学生角度来讲 Coop呢 是如果这个学生申报了 Coop专业的项目 那他必须在毕业之前 拿到Coop完成Coop工作 但如果学生并没有就就读Coop的专业 那他并没有这个就是强硬的要求 必须要做实习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学生可以去选择做Intern Intern是一个有选择性的 就是你可以去做 你可以不做的一个实习项目 当然对于我们来讲呢 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我们觉得Internship这个东西 对于学生的这个经验积累啊 各方面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下来一个问题 OK R-Score和GPA 在这里我们先 好像我们工作人员先已经就回复了 请我下来一个问题是 造成不同学校升级人数差距大的原因是什么 生意很好的学校 医学院申请人数高达5000 有的只有2000 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好 我在这里呢 就是这个问题驱动的主要因素 其实也很复杂 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两个 一个驱动的主要因素 就是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皇后大学每年会有5000人报名 卖马也是4000多人 将近5000人报名 而卖大每年是大概2000人报名左右 这个原因其实 一个很大的因素是 报名的人数和安省的这个学生人口的问题 安省毕竟的每年再读的大学生 比魁省要超过一些 超过一大部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报名人数这么多 另外呢 皇后大学和卖马大学 特别是皇后大学 他们的医学院是坚持的一个很 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教学风格 他们的资源啊 教育质量啊 还有这个招生的范围和方向风格 它是非常独特的 这也是为什么皇后大学 他们是坚持的每年竞争 非常非常激烈 而且他们每年坚持 只有100个人可以被录取 这个里面 就是说来其实很细很话长 如果你想了解到更多 我们可以现象再进行更细的答疑 下来是面试内容完全 面试内容完事完全脱离你的CV吗 这一点我也只能简单的这样说吧 比如说 每一个 每一个大 每一个医学院的这个面试 它的方法不一样 现在越来越多的医学院大学 会选择用MMI形式去面试 但是也有部分大学 还用Panel形式面试 面试的就是内容 不是百分之百脱离 但是脱离的是很多 因为他们的第一是要让学生们公平 就是能够给学生同样的答案 同样的题目 同样的scenario 一个同样的那个事情 一个故事 一个题型 让学生去解答 这样子能够让医学院 得到他们想要的一个答案 另外呢 医学院每年的MMI面试问题 都会有一些小改动或者大改动 所以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它很稳定的 MMI这个面试方案 是2004年才开启的 2008年被加拿大绝大多数的医学院 陆陆续续开始应用 所以这个面试方式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新吧 所以每年大学都会在这方面 有一定的调整 下来一个 下来一个问题 您刚所说的安城大学 医科的90%的名额给本省学生 10%名额给本国的学生 少数名额给国际学生 那么大学其他的专业能给多少比例的名额给亏胜学生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去 如果从一个绝大多数就是 怎么说 绝大多数的一个理科学院来讲 就比如说一个理科学院每年招生是几千人 这个几千个名额里面呢 一般来讲 几百个是给就是国际生的 也可能会有一千多名是给国际生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国内的学生 这个呢 不是说有多少名额是给亏省学生 而是申报的学生里面 有多少是亏省的学生 相对来讲 这些亏省学生 他们的实力 他们的就是学术经验 他们的这些工作和实习经验怎么样 他是这样子来去客观的去评价这个学生的 而非 比如说我每年只给一百个学生的席位给亏省 但没有这样子一个很具体 很明确的划分方法 下来 您再说一下纳米科技专业就业方向 纳米科技就在挑战我的中文 Nano Technology的就业方向 一个很大的方向领域呢 是Semiconductor 就是半导体 半导体行业应该是所有的硬件 芯片各方面都不可缺少的东西 另外一个主要的就业方向呢 是材料科学 比如说纳米科技现在牵扯到很多的医学方面 或者就是平时建筑方面的一些材料的细节 这个材料科学也是各种各样的行业 都会有需要 从机械材料啊 到建筑材料啊 到包装材料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材料里面都会用到它 纳米科技呢 从一个学术领域来讲 它的前景会越来越宽 而不是越来越窄 嗯 下来 在魁省完成BCJEP之后 和私校安省学生 申请华达 哪个会 毕竟有优势 我怎么 我可以这样子先跟您说吧 这个问题是 魁省CJEP后申请大学 会在安省私校或者安省中学 完成高中12年级申请大学 在申请华达 会有更有用适 我个人是这样子认为的 如果从一个学术内容方面来考虑的话呢 我自己认为 在读的魁省CJEP的学生 特别是理科的这个学术背景 是非常非常强的 比如说 在魁省的这个Peer Apply Science 就是理科行业的这个 内容课程的难度 复杂性和深度 其实相对来讲呢 是超越了安省12年级的 省政府同一教材的难度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 新生的学生 其实在这个准备能力上面 其实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另外在申请的背景来说呢 我个人觉得华达 在大学眼中 我觉得不一定只是华达了 CJEP的学生 在学习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 还有抗压能力 还有经验方面等等 都是相对来说 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CJEP是一个 很贴近大学学习方法 学习内容难度 挑战性 考试的形式 还有这个流程节奏的 所以从这方面来考虑呢 其实CJEP的学生 并不会吃亏 反而我觉得 CJEP的学生 对于在安省读大学 或者在其他省份读大学 他们其实做好了 更充分的准备 另外 在奎省读完法语CJEP 申请外省大学 会不会有障碍 这个障碍 我觉得 如果只是一个学校不同的话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障碍 主要的考虑范围 应该是语言 学生会否适合 然后主要还是考虑 这个大学 或者申请 这个专业 是否适合这个学生 我觉得奎省的 法语CJEP 在一个学术内容上来讲 正要看具体在哪个学校 但从语言方面来讲的 就可能是学生 唯一是要考虑的范围 我们可能再接几个问题 今天晚上问题好多 下来 Aviation Aviation大学有两所 美国的Emory Brittle Aviation 应该是航天吧 在国外有一个东西 叫Aerospace 还有Aviation Aerospace Engineering 也是航空航天的一部分 当时我前面不是很了解 那个家长 到底就是在问 哪一方面的领域 所以我没有给出 一个很明确的答复 下来一个问题是 魁省外的学生 必须读完本科 才能申请医学院 是的 就是安省的学习 安省学校 北美的学校 普遍来讲 都是必须要先读完本科 才行 下来一个 学生问题是 CJEP是商科大学 还能转为理科专业吗 理论上来讲 可以操作起来比较的复杂 但是可以的 下来一个问题是 在魁省留学的国际生 在申请比如说 麦基尔大学的医学时 是算本地生还是国际生 这个只要学生用的是学签 他没有魁北克的学生 居住前身份 或者加拿大的就是身份 但这个学生 一定是国际留学生 安省的学生 是12年级之后申请大学 魁省学生是CJEP毕业 才能申请大学 不一定 魁省学生 如果想申请麦大 或者蒙大 就是省内的学校的话呢 他们最好能够CJEP毕业 当然也有CJEP毕业 也能申请大学这个例子 但是绝大多数来讲 都是一个统一的流程 如果学生想申请 魁省以外的大学 学生就不一定需要CJEP毕业 很多省外的学校 要求的是学生 要上满一年CJEP 然后最细致的 这个申请标准呢 是看这个学生 修的必修课 而非看他是否从CJEP毕业 好像今天晚上的问题 可能大家都差不多了 今天晚上因为我们也到九点半 直接好长 那可以 那我们现在先 先在这里 先暂时终止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 也是再次感谢大家 今天晚上在忙之中抽空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之后呢 如果大家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欢迎线下联系我们 我们也尽力给大家一一的解答 今天晚上也再次感谢 非常感谢 蒙城教育成长论坛 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机会 也感谢大家 今天晚上对我中文的耐心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先结束 今天晚上的讲座 谢谢各位 拜拜 晚安 拜拜 这里有个问题 魁省学生申请多大的话 是不是一般情况下 只有10%的机会 如果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申请多大 是什么专业 但是申请多大 综合性来讲 不可能只有10% 这个跟你的魁省 就是所在的省份 没有太多的关系 所以这一点你放心 如果是医学院的话 那可能这个东西就比较复杂了 好 谢谢各位 谢谢我今天晚上给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的话呢 可以先找我们的二维码 之后我们线下联系 谢谢 晚安 拜拜 我直接 我要先等大家 那个 然后我就开始 谢谢 谢谢 晚安 晚安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 IC 晚安 SON 走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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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